日本空手道高手来华挑战 称中国功夫都是花架子 中看不中用 甚至在擂台上张开双臂 嚣张挑衅 被太极传人暴揍教训 谈起韩飞龙 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 他是极少数在搏击擂台上 使用传统武术作战的一位拳手 是太极宗师王战军的亲传弟子 被称为太极实战第一人 虽然比赛打的不多 但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对质疑中国功夫的日本拳手 韩飞龙势必要给他一点教训 比赛开始后 日本拳手韩藏风树率先逼近 围绕着韩飞龙走动寻找机会 表现得十分放松 一个轻飘飘的扫梯 被韩飞龙接腿打了个两枪 差点重心不稳倒在地上 结果这家伙还满脸笑意 似乎并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 这对韩飞龙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轻视 韩飞龙是我们国著名的太极名家 王战军的亲战弟子 一直把太极的一些技战法 团众武术太极的技战法 揉入到现代自由国际的战术里面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韩飞龙用了一个舍身踢 非常漂亮的一个舍身踢 直接KO队手 韩飞龙在对峙中反应迅速 日本选手一个伸腿试探 韩飞龙直接就是组合拳加下劈腿伺候 打得日本选手猝不及防 而此时的日本选手十分嚣张 依旧张开双臂 一点笑意 觉得韩飞龙的进攻不过如此 随后日本选手也想来个出其不一 突然起了个高扫腿 韩飞龙当然是迅速往后拉扯 而失去目标的日本选手一脚踢空 失去重心给自己摔地上 找到机会的日本选手 顾忌重施 一个突然的顶膝想要进攻 结果又被韩飞龙一拳打倒 轻松化解 重新起身的日本选手嬉皮笑脸 反观韩飞龙是一脸的严肃 全力以赴的对待比赛 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日本选手擅长用腿反攻攻击 韩飞龙深知这一点 将距离把控得很好 回合接近为生 韩飞龙一记舍身踢 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幸亏日本选手躲得快 这下要是踢中脑门 后面两场就不用打了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韩飞龙上来就和日本选手拼内围 但日本选手有些忌惮韩飞龙的重拳 一招搂爆战术让韩飞龙也没什么办法 韩飞龙的武术功底十分深厚 日本选手想要把优势打回来 展开了一连串的拳腿进攻 结果却是被韩飞龙陷倒在地 韩飞龙在整局的表现上都没有什么漏洞 一手四两拨千斤的摔法也极具压迫感 日本选手只要敢近身就会伪扔在地上 虽然摔法不得分 但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日本选手的状态在被一点点消耗 已经摔得日本选手不会打拳了 这个刚才是招仓风速的后手直拳 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 趁他打拳发力之前的 自己的整个中心压在前腿上 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扫提他这个支撑腿 让他这个实际平衡 但是没有成功 韩飞龙的掌声过空 然后招仓风速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 韩飞龙率先虚晃一拳进攻 日本选手一看有机会 静止的冲向韩飞龙进行还击 但不长记性的日本拳手又是一个顶系 韩飞龙二话不说再次料到 此刻日本选手的节奏被韩飞龙摔得粉碎 日本选手的打反和战术在韩飞龙面前几乎暴露无遗 灵活的移动让日本选手毫无办法 出招的频率和多样化也让对手摸不着头脑 再加上被韩飞龙不停的摔倒 日本选手的心态和状态都出现了问题 在拼拳中也完全不是韩飞龙的对手 到最后一回合韩飞龙想要一鼓作气击倒对手 虽然主动出击但却没有上头 得手后便后扯拉扯着打 日本选手想反扑冲上前 近距离顶系 结果再次被摔倒在地 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倒地了 看来前面还是没把日本选手摔服气 随后韩飞龙乘胜追击 把日本选手堵在绳边 一套组合拳不断的倾斜 日本选手没有办法 依然是选择搂抱 韩飞龙二话没说又是一个舍身踢 只可惜这一脚没有中 但气势还是打得出来 回合时间过去一半 韩飞龙一记边拳打出 日本选手有样学样 也是处理一个转身边拳 但结果也是显而易见 随着比赛的进行 韩飞龙的体能看起来很充沛 相比较之下 日本选手都被打得腿软 差点跪了下来 从小练舞确实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比赛最后的时间 韩飞龙调整好位置 一记舍身踢 精准命中日本选手的嘴巴 日本选手也是扛揍 硬吃下了这一招 最终三回合打完 韩飞龙全方面碾压 日本选手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最后的比赛结果毫无悬念 裁判一致判定韩飞龙胜出 面对嘲讽自己的日本选手 最后韩飞龙也是一爆了之 这才是中华舞者该有的样子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烦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